新龙高铁若约,马来西亚政府需做巨额赔偿 新龙高铁项目,又受阻拉。 马来西亚现任首相马哈迪接受The Edge访问时表示,虽然龙新高铁尚未施工,合约也未出炉,不过与新加坡已签署新建龙新高铁合约,一旦约,马来西亚必须做出巨额赔偿。 他们也正在寻找途径,如果真的违约,如何减少赔偿额。 图片来自李显龙总理Facebook。 这一项目是前任首相纳吉在任时与新加坡签署的高铁计划,耗资600亿令吉。 中国,日本等国都参与竞标,然而迟迟未公布中标者,现在又在考虑赔偿之事,看来,新龙高铁,悬崖。 新加坡演,带你看新加坡。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号KarenVingerPro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